第633集 我也想出去看看 黑色战舰已经飞到了一个确定的位置 那片虚无就在战舰与遥远的那颗恒星之间 舰手的重力透镜早就已经无声探出 还有几十件最先进的探测设备 也在谨慎地靠近那片虚无 各种数据源源不断地送回 淡蓝色的光在舰身各个构建里传递 就像是水光 无数信息在期间穿行 相遇 然后算出结果 整个计算过程当然是沈云霾控制 但具体的运算大部分由舰载电脑负担 他的大脑有很多领域闲着 闲着干嘛呢 这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童颜缓缓睁开眼睛 醒了过来 发现果然快了很多 已经算出了很多数据 沈云霾正无聊到了几点 发现他醒了过来 你先别急啊 不要再闭眼了 我只是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何旭 几天前我不是说 曾经在老宅看过很多老祖亲的老电影吗 嗯 刚才乌摇的时候 我想到你和你女同儿隔着镜子相见的场景 忽然想起来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 那部电影名字我忘了 故事也没记 残留的印象里就是阳光特别烈 山山特别热 我为什么会记得这部电影你知道吗 那个电影里有个母亲去探望在监狱里的儿子 母子两个人隔着玻璃拿着有线电话说话 那个儿子还对着一个表说什么数字 就像我看过的另外一个电视剧里的小丫鬟 杀人暴方便一样 我接着会探监 我忘了是导演的想法 还是我当时焦急拉尿 所以写的暂停 反正他们隔着窗户静止了很久 就像你们刚才一样 啊 这个数据好像有问题 你最多还有一个标准小时 快坐 居然敢命令我 还你现在有些飘啊 沈云霾的机器人竖起了一个钟指 忽然望了望天上 啊 我想起来了 那个哥哥不知道 因为什么原因觉得自己能飞 飘到了窗子外面 但是很可惜没飘起来 就这样落到了地上 然后就死了 平庸家飘了起来 站到了天空里 该来的人都来了 要走的人也站了起来 那半桃花眼看着便要落下 通天大阵便要开启 就这么点人 一道清冷的声音响了起来 所有人的视线顺着那道声音 望向熙来风前的广场 广场上松树如韬 与果城寺里的松海有些相似 段西谷长老向晚书 带着数十名中州派高手就站在那里 人群最前面站着位红衣少女 眉眼漂亮至极 明媚动人 就像是秋天的满山红叶 很多人已经猜到他便是童颜的关门弟子 那位神秘的中州派掌门 不少了 师父说越多越好 你们就弄了这么几个家伙 我怎么向他老人家交代 不管缘曲夫妻还是雀娘 在修行界的地位都极其崇高 更不用说苏子叶这个邪道巨头 以及彭大先生 他居然敢用家伙这个词来形容他们 很多宗派人士顿时紧张起来 心想朝天大陆好不容易太平了几百年 难道两大正道领袖又要干起来了 有些不知道内情的青山弟子喊出声来 要对方收回这些话并且道歉 那位红衣少女看的那些青山弟子面无表情 都给我闭嘴 不然我就回来把掌门接了 你现在是中中掌门呢 这对话实在是太过怪异 那少女说得莫名其妙 平永家硬得乱七八糟 里面又隐藏着一份对晚辈的宠溺 众人震惊之余不知该如何言语 至于那几个勇敢而莽撞的青山年轻弟子 则是早就被自家虚掌拖到了人群后 好好的教育了一番 反正青山到现在也没个掌门 我一间挑了有什么不行 此话更是荒唐 平永家再宠溺也不能由他再说下去 别闹了 我会给青山挑个好掌门 不急 红衣少女还想再说些什么 白发苍苍地向晚输轻轻咳了两声 用神识传话 掌门 算了 不然万一对方反过来 要把我派掌门一肩挑了怎么办 他们虽然宠你 但你父亲与他们关系总是不好了那么些年 他哼了两声 不再说话 平永家松了一口气 踏空而行 离开黑玉盘的范围 随时随手留下了一道建议 那道建议极其大秒 普通的修道者根本感受不到 却像是一点火焰点燃了整片草原 那些刻意里的流金般的液体燃烧起来 散发出并非真实的金色火焰 开始缓缓流动向前 通天大阵正式启动 一毛斋负责这座大阵的二转运行 数十名书生站在黑色玉盘四周 有些紧张地注视着那些流动的金色液体 随着流金缓缓向前 越来越多的刻痕被填满 就像是一个一个的符文被写了出来 在浮阵的深处却隐藏着极高深的剑影 流金渐渐占据黑玉盘三分之一的面积 所过之处 渐一渐生 接触到那些来自各处的法宝 也开始散发光耗 数百道法宝光耗依次亮起 释放出难以想象的威亚 这幕壮观的画面引起了所有人的视线 寻风处处传来赞美声和惊叹声 只是随着时间流逝 那些光耗与剑影依然没能完全占据整个黑玉盘 因为通天大阵的最深处还有一道阴影 那道阴影是一座黑色的山 直到这时候 人们才震惊万分地想起来 青山镇守狮狗大人还在通天大阵里 这不是荒唐而可笑的失误 而是真的没想到 大阵已经启动多时 狮狗还在里面做什么 无数道视线穿越那些光耗与若隐若现的剑影 落在狮狗的身上 那个红衣少女更是急得喊了起来 狗爷 快醒醒 不知道是听到了年轻掌门的话 还是感受到了那些情绪各异的视线 狮狗缓缓睁开眼睛 就像是黑色的山野里 出现了两朵好看的蒲公英 举世皆知她的强大与幽深 都以为她的视线必然是冷酷而漠然 然而 这一刻她的眼神竟是那样的温暖 温暖的眼神里还有好奇 在一起便是可爱 就像一个工作了无数年的导盲犬终于退休 可以去外面的草地上自由奔跑 对家门外的世界充满了向往 很多人感到错愕 不知如何言语 元曲明白了她的意思 脸上的震惊 渐渐变成释然与最真诚的笑容 有些青山长老 比如过南山 甚至笑着流下泪来 是的 我也想出去看看 狮狗的声音 回荡在青山群峰之间 带着好奇 期盼 还有一点点不好意思 从很多很多年前 狮狗就是青山四位镇守里 战力最强的那个 随着时间流逝 现在她更是朝天大陆 战力最强之一 没有人知道她的境界究竟有多高 境界越高 离开时遇到的天结便越可怕 她与雪姬有些类似 飞声难度比别的人族修道者大无数倍 即便不至于需要先人通过 也是极难 相对而言 阿大飞声就要简单很多 直接被赵拉月一抱便走了 狮狗想要离开朝天大陆 这座通天大阵便是最好的机会 难怪她一直坐在里面 根本没有移开的意思 我也想出去看看 这是所有修道者 包括青山弟子在内 第一次听到狮狗开口说话 就是这样一句话 无数年来 除了宗派存亡之计 她从来没有离开过一刻 以前的昏暗不见天日的监狱里 后来在这块黑玉盘上 黑玉盘看着美儿壮观 事实上就是上德峰的废墟 她当然想要飞声 想要去仙界看看 只是青山需要她 所以她才会一直留在这里 为什么她是青山镇守 便是如此 直至今日青山宗一统天下 她终于提出了离开的要求 竟还有些不好意思 那样的腼腆 说完这句话 狮狗望向青山群峰 习惯性地想要得到准许 然后才想起来 警九与卓如碎这两个 还活着的掌门都不在 她的视线在平永家 与原曲处一过 最终还是停在了难忘的脸上 我也想带那只鸟 去看一眼 那些辈分够高 活得够久的修道者 知道她的意思 那是一千多年前的事了 太平真人 景阳真人 柳慈与原其精 在上德峰吃了火锅 便提着剑去了墨城峰 那一次青山内乱 上德峰一脉能够夺回道统 狮狗与妖姬这两大镇守 起了极大的作用 太平真人承诺过他们 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男王那时候还没有入门 那段故事 不知道听了两个师兄 说了多少遍 此时被狮狗勾起回忆 小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巨王矣 他把那张仙鹿扔了过去 慢走 狮狗咬住那张金光闪闪的仙鹿 踏空而起 无数年来 他一直在上德峰 便是上德峰被那场大战碾压成饼 他也没有离开 今天他终于离开了 疏忽间便超越了天光风的高度 离开了青山大阵的范围 来到了极高的虚境里 他望向仿佛没有尽头的天空 幽冷的眼眸里映照着淡淡的蓝 下一刻 他毫不犹豫咬碎了仙鹿 眼里的那片碧空也碎了 轰的一声响 一道十几里方圆的巨大光柱 从青山群峰间生出 射入碎裂的天空里 彭狼背起双手 飞入光柱之中 苏子叶紧随其后 雀娘踩着一面镜子凌空而起 远去牵着玉山的手最后出发 就在这道光柱 射入天空的同时 天穹便生出了极其剧烈的反应 遥远的虚境之上 闪电不间断地出现 甚至蔓延至数万里之长 而且是无数道同时交汇在一起 形成了恐怖的电网 电网没有直接落下 而是骤然收缩 与物状的未知虚物一道 形成狂暴的漩涡 其间蓝光悠然 白光猙獰 那些狂暴的雷电漩涡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聚合在一起 变成了一个极其巨大的漩涡 由南至北 由东向西 竟是覆盖了整个天空 看着覆盖整个天空雷暴漩涡 感受着扑面生寒的威压气息 青山群峰里的修道者们 紧张得不再言语 平永家的神情也变得凝重起来 确认自己没有见过如此可怕的天结 竟与师父当年离开时的场景差不多 这等等级的天结 自然是因为狮狗与彭狼 苏子叶等人绝对撑不住 好在此时的通天大阵里 不需要直接面对 空的一声巨响 巨大的雷暴漩涡风下无数道闪电 照亮了整个天地 狂暴的能量随着万余道闪电 同时落在通天大阵光柱的表面 竟是没能打穿 那道黑玉盘上方的巨大光柱 变得暗了些 表面流淌着无数狂暴的气息 甚至隐隐能够听到空间挤压的支压声 地面的一毛斋书生 以及各宗派的强者 纷纷施展出威力最大的道门玄弓 激发那些法宝的威力 数百道法宝光豪变得更加明亮 勉强支撑了那道光柱 彭狼看着天空上方 那道如山般的黑色身影 不知道狮狗能否承受住天空的压力 右手握住了腰间的佩剑 暂时不要动 雀娘在下方喊着 清秀的面容被光柱外面的闪电 照得有些苍白 天结还在持续 雷暴漩涡落下越来越多 越来越粗的闪电 黑月盘射出的巨大光柱微微颤抖 不知道还能支撑多长时间 如果那些法宝以及晶石里的天地元气 被尽数消耗完毕 天结还没有结束 通天大阵便会崩塌 从现在的情形看来 通天大阵不足以支撑到那一刻 难道以雀鸟的算理 加上各宗派的推演 居然也会犯错 还有一个更可怕的问题 天地间的无数灵气尽数被通天大阵吸收 会不会导致与上界之间的空间壁变薄 甚至消失 黑色战舰静静悬浮在宇宙里 与黑暗的周遭仿佛融为了一体 也只有在这个角度 才能明确地看到那片虚无 因为远方恒星的光线 经过那里时会有明显的折射 破铜烂铁一般的机器人 摊坐在圆柱旁边 蓝光闪烁 无数信息留在看不到的世界里穿梭 听完沈云霾的又一个电影故事 童言由无奈转而淡然 你们青山中的弟子真是一个比一个话多 我真的很好奇那个女徒弟啊 看着很年轻啊 你不怕那头麒麟造反啊 箭载电脑系统正在以最快的速度运转 晶态引擎提供的能量供给 带来了明显的噪音 甚至有些干扰到了维生系统 童言解开警戒的忌扣 沉默片刻 他叫卓绝小 我走的时候还在闭关 也不知道现在怎么就成了掌门 沈云霾何等样聪明 立刻发现了这句话里的重点 拙炉碎的拙 绝小是那个家伙的私生女 不知何故流落在民间 后来被男妄发现 捡了回来 抱着她上了天光风 骂了三天三夜 拙如最没法子才躲进洞府闭关 也不知道现在出来没有 刚才也不好问她 请不吝点赞 Sharma